9月24号到27号 2016台北设计之都将前进全球三大设计展之一的伦敦设计节 并且由旅音的设计师曾希凯团队 以以台北为主题 发想出体验室展演活动 希望利用饮食料理向国际人士介绍台北 我们是将台北这个比较大的概念 然后剖析成五个不同的主题 然后分别是历史 然后台北的地景 台北人的个性 然后台北人的生活形态 以及台北人的未来 这五道 我们把这五个不同的主题转化成菜色 然后透过他一边在吃这个菜色 然后我们一边 我们会当场会念一首诗 然后去引导他 去理解说台北人的故事是怎么样子 设计是台湾设计师最想让全世界看到的 但是全世界对于台湾最迷恋的 其实是食物的议题 所以我们如何透过这一次的 把设计跟食物结合在一起的食物设计的概念 透过去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设计 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出发到伦敦的一个想法 提到了台北 大多数的国际人士几乎都会联想到台北的美食还有小吃 因此设计团队希望借助食物的设计还有分子料理来介绍台北 希望以特有的饮食文化吸引国际人士注目 伦敦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据点 所以我们把我们最强的设计 把我们最强的食物带到伦敦去做一个体验式的展览的呈现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是到 把台湾最棒的食物设计 把台湾最棒的设计带到全世界最重要的节点 去做一个宣传去做一个插旗的动作 如果说以一台配以这样的形象到伦敦去展现台北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们台北未来发展的目标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永远一直停留在street food这样的概念上面 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要感谢西凯帮我们做这样的好的展览 本次团队设计出象征台北的五道菜肴 透露出台北的历史地景个性生活形态还有未来等五个面向 让观赏者从中发现台北设计的魅力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道